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罗红正最近忙着拍摄台式《三立新周日偶像剧高校英雄传》,今26日是他过二字头的最后一个生日,但拍摄现场庆声却让他大喊尴尬,原来是有一大批台湾、香港的粉丝,特别准备重量级的英元餐点到姓吴科技大学给他惊喜,刘宇晶,肖志伟,宋伟恩,徐陶, 和美,习维伦,纪念节等演员,也把罗红正捧高高,祝他生日快乐,见到满桌的英元餐点,罗红正高兴之余也相当不舍,当场很正经地向他的粉丝讯话,为何要花这么多钱?结果还有粉丝静挑皮回说,那还是可以跟你抱着,让他哭笑不得。 罗红正表示,从小到大都很讨厌过生日,因为他觉得我生日的场子会很尴尬,不知如何面对大家,自认为没资格承受那么多祝福。 这次和刘宇晶合作,虽然罗红正被亏说好爱碎碎念,但刘宇晶反而把他的爱电功夫当作圣志般,只会点头说,好好好。 被大家封为事实上最听话的女主角。 而这次还和新生代演员合作,大家一致认为他很有老实的样子。 宋伟恩表示,有罗红正在就会很安心,只要他说一句话大家一定跟进, 而且前几天看罗红正很尽力在拍摄跑步戏时,真忍不住心疼想抱住他跑。 另外,罗红正的网红同学肖志伟系里装年轻伴学生,毫不客气地对他呛说, 证明我长得比你年轻,罗红正,前排中,开心与粉丝及同剧演员一同庆生。 三例提供,罗红正,做二,开心与粉丝及同剧演员一同庆生。 三例提供,罗红正,又二,开心与粉丝及同剧演员一同庆生。 三例提供。